第四代車型 期盼敲碗已久的Chicoda Octavia RS 第四代車型終於要來台灣了 動力同樣是EA888的2.0升的汽油溫度增壓引擎 第四代車型不但採用EVO 4最新進化的本體之外 它的馬力也從原本的230匹提升到了245匹的規模 在過往的3.5代的Atavia的時候 它的RS車型就已經是這樣的規格 那在0到100加速呢 原廠的數據是6.7秒就可以完成 其實對於一輛中型房車來講 它已經算是非常熱血的一個表現 我們在阿里山的台18公路上面 彎彎曲曲的非常曲折 可是呢 Atavia RS的表現真的讓我非常驚豔 它的聲浪怎麼跟過往比起來更為澎湃 那這當然是它的主動聲浪系統 它有三端 在標準模式之下 你就可以隱隱隱約聽到非常渾厚的這個嘶吼聲 可是當你切換到運動模式的時候 哇整個又更狂放起來 變成ECO模式的時候 它這個聲浪系統就會關掉 所以它是一台可以出得了三道 可是又進得了家庭的一台車 它的底盤除了採用運動化的懸吊之外 還有像力氣 就是所謂的VAQ的電子線滑差速器 它跟SDS Plus最大不同就是 它能夠承受163公斤米的扭力 那大概是SDS Plus三倍之多 裡面是應用了第六代的電子多片支離合器 因此能夠讓你在轉彎的過程之中 更犀利而且更不會有所謂的推頭現象 整個循跡能力 甚至有點逼近四輪驅動車的感覺 在這一塊的市場裡面 就是實用兼具性能化的市場裡面 不過它可以說是相當有經驗的 那面對當前的這個用車趨勢 RS的系列除了在今年初試駕的Codec RS上面 可以看到之外呢 未來它也會持續在所謂的電動化的 休旅車或電動化的房車的產品裡面 去延伸出VRS這樣一個性能化的版本 例如像國外已經上市的恩亞克IV 它就是一樣完全電動化的RS車款 如果你喜歡性能化兼具實用化的一個產品 去Codec RS未來還是精采可行